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上突破 还是直接突破之后再做一个回踩 所以就只说来说 你把它当作个股去操作 目前就可以了 肯定在这里要降低一定的仓位 然后等到接下来进一步的确认 往上突破 那么你等确认回踩 可以买回 而且这里也刚好可以连到下方形成的一个新的通道 我们之前画过 通道支撑 再加上突破 形成的一个支撑 形成拐点 迈回 如果不能突破 你们就要观察它往下的一个速度 是否能在3000点 这样一个左边小箱底 下沿做一个支点 所以这是指数 目前虽然最近看着比较强势的连续反弹也是非常不错 但是在这样一个压制线下 我们还是不要太过于激进 其实从今天盘面上来说 首先天龙股份 10版之后 今天早盘 涨停开盘 最终跌停收 天地版 昨天还在说 天龙的一个隐患就在于连续的缩量 那么一旦出现分歧 这样一个获利盘用处 很难去做一个承接 那么应用到大盘上 其实也是一样 这样一个反弹 获利盘累积已经非常的深了 那么接下来 一旦出现一个风吹草动 从整体的走势上 压制上 也是容易出现一个回调的 当然整体来看 只要这里撑得住 后面还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上升 上升到大四浪的一个反弹之后 我们说过两到三个月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持有那些超跌方向个股的 或者是还没有怎么反弹开始 还没怎么起涨的 没有走出一大波脉冲局势的 你继续持有 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你的一个底部 它再往下跌 空间也不会像高位的杀下来那么猛 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但如果你是持有的一路上升 然后走到衰竭的 那么这样的股 目前做一个获利了结 会更加的恰当一些 机会一直都有 哪怕往上突破 我更希望向上突 突了之后回踩 那不是更加稳吗 是吧 就像汽车类指数 周一 完成一个向上的突破 昨天冲高回落 今天再次往下去踩这条线 接近的时候 指数又抬了起来 那这里依然还不是一个可以走主身的点 那么可以关注接下来再踩到这样的点 直到形成拐点还可以提起 有限作为一个操作标准 而且下方有趋势连接 不就更加稳健吗 这是指数 另外天龙 断板之后 我们周末着重 讲的风龙股份 晋级到了四板 那如果你是看了视频的 很多朋友应该在周一 这样一个分期中 榨板中就已经上了 那么到现在 已经吃了两个板 打板的也是两个涨停 那么接下来 风龙股份 就面临 之前颈线位的一个突破 压制 今天 涨超了一点 那么我们在下方持有的筹码 操作起来就简单了 能够向上 不击穿颈线 那么继续持有 击盘中跌破 那么我们就出来 跌破意味着继续变 上升 重新站下去 也需要做一个气温的动作 会有一个震荡的动作 那到时候重新买回来 那一旦击穿往下 杀一波 杀到颈线 那你不是 前面的利润就白吃了 对吧 当然如果对买卖店 把我不好的朋友 可以用平时发朋友圈 或者跟亲友聊天的 搜谷北打板格 我们近期 还是会继续去挖掘 在这样一个短线 亢奋的情况下 挖掘这样 可以走出连板的个股 而且非常多 最近无论是 曹阳科技也挖出来了 包括天龙股份 大三角形突破的 这都是在我们 手板都没有出来的时候 就挖掘出来的 大三角形突破 然后回踩 在这段时间里面 视频里面 起码讲过三天 铁粉地址里面 所以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 吃到了一整个上升段 那另外 日风电子 日风股份 也是我们近期 潜伏的 最近没有什么长 同样的 一个三角形 完成突破 那这样的个股 没有什么可恐慌的 从无论从短线 还是中线来看 下方紧性 下方的底 相提底部 不击穿 持有即可 三角形的爆发 像上半年 我们做神舟太岳 拉起来之后 横盘了 一个月 然后走出一个 三倍的行情 当然日风态的 三角形没有那么大 但是震荡之后 往上 是极大概率的 另外今天 最近比较强的 算力 今天也是出现 一个分歧 像高新发展 还是走得非常强 从先断板之后 监管 顶着监管 继续上 而且今天这样一根 阴线 假阴线 其实量能 也不是放得非常大 当然这样的个股 在这里 你要继续走一个加速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并且性价比也不高了 但是如果 接下来走一个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为什么位置 去构筑一个平台 之后 还可以继续 继续做一个关注 那另外 像 算力的 横润股份 昨天我们才在视频里面说 今天 就是一个兑现点 这里基本上不存在连续再加速的一个行情 今天直接顶着板块上涨 走了一根高开的大阴线 它是一个大趋势长周期的个股 目前没有到一个能够加速的时间段 和起合之前 张江高克走势几乎一致 创新高 缩量 然后第二天 大幅的高开 往下删 当然这只个股 调整下来之后 还有机会 它不会走一个A上 大趋势的一个上升 下面的趋势保护 非常的多 支撑非常多 所以到时候 依然可以再次第七买回 对于买卖店把我不好的朋友 铁粉地址 古北 大阪哥 可以去看 另外今天最强的 短剧 再度高潮 从整个盘面来看 明天大概率会没有一个分歧 甚至是大分歧 那么首先可以看一下天威视讯 每天早上风单都非常的大 连续走了 一直之后完成一个突破 那么如果它明天在板块分级中 有炸板 投铁的可以尝试一下 但也不要中仓这样的股 它越是一直大单风筝 如果一旦炸开的话 还是有隐患 那另外就是中文在线 上半年我们人工智能 最了解的就是一支个股 卖在了最高点当天 对吧 也是用的 画了一条线 当时还用倒推的方式 第一波上升完之后 告诉大家 还有二波再次吃了 20块不到吃了30个点 精准卖出 那么接下来 一面临前高 二面临趋势压值 两个点都快到了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倒线先不要去追了 我们要观察它之后 能否向上完成一个突破 对吧 首先一道都先慢 然后再观察它正当的一个方向 无论你走得再强 面对这样的压制 它都会有确认的动作 哪怕仅仅是盘中确认 其他今天就是龙字头 即昨天高潮之后 今天再次高潮 甚至带动了凤凰 凤子 龙凤成祥嘛 凤子 同样走强 那炒 炒字 已经炒到这个地步了 但整体个人从缝里面翻了一下 今天涨停的里面 大多数都是一个 一日游行情 预计 看上去并没有特别亮眼的 个股出现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记得上次 圣龙断板的时候 断板当天 整个市场还是非常的火爆 看上去不受任何影响 但之后 连续一周多 高标退潮非常的凶 那么在现在上 上证面临压制 有调整的一个需求 可能性的一个情况之下 今天天龙断板 如果明天 还是走弱的话 是否会对 情绪上造成一定的影响 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 所以目前 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需要边走边看 而不要太过于激进 无论是上突 回踩 还是下面遇到支撑 有的是机会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可以解决 我们的视频 这边 我们的视频 可以解决 我们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